酒酒沉忘底 或者是酒雜 咱們就要散當的表演 歡迎沈玉琳 唐沖聖 兩位請嗆嗆 玉琳哥 算是我的前輩 不好意思 你們怎麼突然好像在演藝圈上 不是 我跟老夫老妻 最可怕的就是 連家都不會一場 沒有話題 我們兩個加起來都 要超過100歲的 還要學他們那種幼稚的 你有70多了 不是啦 我聽說你80幾了 不是啦 我血壓80幾了 沒有 因為我剛入行的時候 玉琳哥已經是大製作人了 對 但是他算我的前輩 我覺得在這個 但是在以藝人這個來講 那我跟大根他們有什麼兩點 以藝人這個部分來講 他算是我的前輩 沒有沒有 不敢當 但是在行也不是比說 誰在在行多久 兩位啊 浩德還是 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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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妹在那我不看 天天兩個死老鬼 對啊 好誇張 因為等一下是說要比演講嘛 那因為前面已經這麼熱鬧了 不如這樣子好 演講還是演講 那能不能請兩位美女在前面跳舞這樣子 那太多人了 太多人了吧 我要去吃飯好的一個機會 你一年做幾場演那個演講 多50來場 50來場 你呢 我是50來場一學期 所以 兩學期是100場 我很高興能夠有那麼多 我做不了的唱歌 能夠跑到玉琳哥那一點 還有其他的尾牙商圓 還有其他的演講算很難賺 那你一年做幾場這個舞台劇 舞台劇是什麼 哈囉 我來講一下 能吃嗎 你連一遍都沒演過 不要說五台劇 你連兩台劇都沒有 沒有 一年演五台劇多少 去年88場 哇 兩台劇都贏了 那就是他把時間 那個奉獻在藝術上面 我們就比較四塊 因為不是我幫他講話 88場 一場如果是 2500的話 對 也是購事的 所以 所以我跟憲哥 你怎麼本來要講出我的 價錢都講出來 沒有 因為我們都沒經濟價 值得我們肯定 像我們還在餵錢 在煩惱奔走 我們一場演講 為了那一場二十萬 然後這樣子高屎搞活的 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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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然後他為了一場兩天舞台劇 他完全就是奉獻給藝術 真的是不容易 For art 我在演講旁邊 兩位都說香蠻都沒有出醜製 我在演講純粹做公益 我就是跟那個聆聽者做交朋友 把我們的心境 還有走過的歷程分享給他 當然是跟隆誠者 難道跟往生者 那一塊市場是白雲的 他經常跟往生 我們在分享人生的故事 你們這一段 一人只有三分鐘 請保護 而且這個三分鐘 你看 演講是很難 很難 台上的 你只要一秒鐘是沉默的 是觀眾是冷漠的 你知道嗎 比站在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峰 聖母峰那裡還要冷 這個是我碰過對演君的考驗 因為三分鐘 憲哥你也知道 我們一上台 自我介紹篇就三十分鐘了 因為頭顯太多了 講不完啦 對啊 所以這一點 你要帶來是審視人生 對 Do my best 因為審視人生本來在校園演講 是長達兩個小時的內容 因為人生故事嘛 你從小講到大 怎麼可能三分鐘講不完 那它有字面上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 本來 本來是審 我們是那個審和的審 審視 視力的審 審視 我還以為連你都不知道 審視人生 他姓審 審視 他的人生 也有審視 審視是你的人生 是那個意思嗎 對 就是這個意思 You got it 太好了 那你這邊要用什麼來跟他對打 什麼人生 我就用 棋開得聖 哦 聖下來的聖 沒有 聖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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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 準備了 那就我們玉琳這邊先來的 大家仔細聽聊 演講三分鐘 比賽 開始 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威廉神 沈玉琳 我本來也不叫威廉 我本來叫Alan 為什麼呢 因為從玉琳轉過來 因為玉琳 玉琳 就會變Alan了 哪有啊 太硬 差那麼多 威廉是因為寫歌的人 認為我有英國貴族的氣息 所以從外太空走到晴天空 我要是平人 有病人 只要發現是平人 你就是我威廉神要找的人 威廉就是這樣來的 好啦 演講必須要有勵志的成分 那誰可以勵志呢 這個人必須要是傳奇人物 是的 威廉神就是 傳奇人物 好 終祈醫生呢 威廉神最高的原則就是 不要因為 錯過美麗的落日而失去 更水灘的星空 為什麼呢 冠冠難過 冠冠過 沒有礁石 記不起美麗的浪花 威廉神呢 從小是什麼 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但是呢 因為有一天在田梗上 遇到一個老人 吃我上班生 小伙子 你骨骼驚奇 你可以來學武功 我說好 結果我就沉迷在武功的這個 這個學習上面 結果以至於高中年考的差一分 哇 沒有考上這個第一志願 從此呢 家裡面都有冷漠以待 然後呢 我知道怎麼樣 只好靠著自己的努力不懈 大學年考呢 很巧妙 因為還有一個學校呢 願意錄取我 所以呢 我就考上了這個 世新廣播電視 爸爸問我說 廣播電視是幹嘛的 我說廣播電視 廣播電視 是修理電視的啊 所以爸爸 非常開心說 讚讚讚讚讚 以後呢 好好念書呢 回來把電視修理好 我就讓英語的機會呢 就上了這個世新廣播電視啊 好啦 以後的日子呢 成如大家所知道的 我就 啊 開始打工啊 因為呢 要幫自己賺學費啊 啊 要付房租啊 所以我的中心精神是什麼 是在台式走廊看到的那一行字 一般走廊 那個都會貼什麼 啊 那個什麼沒有礁石 極不起眉莉的浪花嘛 他貼了一句話 人可以畫大餅 但是畫完大餅以後呢 必須趕快 回去揉麵糰 所以如果展開 精采的打工生涯 我在加油站打過工 那是我第一份工作 但是打工的 一個夜晚呢 就遇到搶劫 有一個中年男士呢 拿個美工刀 到我旁邊來 然後再卡卡卡卡 我以為他要睡美工 我一直彈著他 你這樣卡卡卡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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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那個 那個那個歹徒說 這是搶劫 我嚇一跳 我拉我旁邊的學長說 學長 那是搶劫 學長 那個面不改色 突然拔出加油槍 對準歹徒的臉 扣下板機 砰 整個汽油 噴在歹徒的臉上 歹徒就跑了 那我心有餘悸 於是呢 我決定呢 從事比較正常的工作 後來就去擺路邊攤 路邊攤呢 一炒 炒栗子 一炒呢一個月 可以炒十幾萬 展開我璀璨的人生 當然 整個四年級的過程當中呢 收穫良多 也看盡人生百態 所以呢 都成為我後來可以從外太空 聊到內子宮 的一個基礎 當然呢 必須感謝一個貴人 那是我們學校一個笑話 因為 當年她是我的女朋友 很多人都說 你怎麼把她倒笑話 我要分享這一段 不是要標版我多會把妹 而是純粹要 講述人生立志的一個過程 因為 那個笑話很難追求 但是呢 我運用了一個原理 什麼原理呢 藍海策略 What's my difference 為什麼呢 笑話旁邊都是 油頭粉面的帥哥 我們不帥 怎麼辦呢 吸引他的注意 一般人跟他擦肩而過 同學 要不要幫你買可樂 要不要幫你買早餐 我們不這麼做 我跟他擦肩而過 去那種主事 然後坐我旁邊 同學 可不可以給你借筆記 成功的吸引他的注意了 而且這個戲呢 不是演一個月喔 不是演兩個月喔 一演 演一年啦 一年後的某一天 過那一天 要放暑假 我趴在教室門口欄杆 跳到遠方 就忍不住了 跑過來說 同學 你是誰 你從哪裡來 你跟什麼態度都這樣 我依然看望遠方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虎像不在遠方 擄獲他的芳心 他覺得我好神秘 他覺得我有一段 不平凡的聲勢 他覺得我有悲慘的童年 總之呢 我touch他的heart 他也touch到我的heart了 那後來因為他擔任 廣播節目主持人嘛 就拉拔我回去 從事廣播節目的工作 那我就從廣播節目的主持人 然後接觸到電視節目相關的製作行業 然後從那個不起眼的這個節目助理 然後就變成電視節目的製作人 然後往後的日子呢 長達20年的榮景 但是好花不常開 好景不常在 節目呢從七個變六個變五個變一個 那知道怎麼辦 立晚狂然 到最後呢 只好轉型當藝人 當藝人的契機 謝謝我老婆 因為人歸根究底呢 他就是有一個溫暖的家庭了 他是我們最堅強的依靠 我記得那天陸安穎 小鐘跟張克帆 還有 轉身離去 我老婆按住我的肩膀說 你也可以像他們那樣 我說 不敢問製作人朋友 對著鏡子說 我可以嗎 沒有想到鏡中人對我說 你可以 你可以 所以從那時候呢 我就決定 用我的雙手 用我的大腦 殺出人生的一條血路 往後我的日子 就成為你們所知道的 我就變成巨星啦 所以呢 關關難過 關關過 這個就是我人生的一個 哲學啦 人家都問我說 你準備多久啦 錄一個影 我說沒有辦法準備 他說沒有辦法準備 你怎麼有辦法當廟宇如珠呢 我說沒有準備 也是沒有準備 但說有準備 那我告訴你 有準備多久了 40年 40 years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悲歡離合 酸甜苦辣 形成我們內心世界 最肥沃的養分 而後肌勃發 所以才會呢 展現表現力 同時兼顧續航力 所以到今天 在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希望大家 共勉之 Happy 有一個美好的夜晚 謝謝 我們明年見 Bye Bye 太油 太油 一氣喝醇了 沒有 但是我 洪玉琳這個talking裡面 這個speech 演說裡面我知道 他真的 真的 沒有 要不然沒有 沒有辦法有這個功力 有點像灌口的感覺 沒有 我要說的不是這樣 就是 好醬氣 好醬氣 韓國要說的不是這樣 就是 好醬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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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神韻 他是跟 對 他邊人家客 恩客邊在努力 埋頭骨幹 他還在打毛下 這個必須要容我澄清一下 因為平常是兩個小時的內容 那我現在是縮時攝影 好 我必須要在三分鐘之內 把原本兩個小時的內容 沒有沒有 所以我必須 你剛用了五分半快六分 對 但是因為我必須要加快速度 我不容許 我有太多的情緒 跟太多的鋪陳 所以只好 啪啪啪啪 這樣過去 我寫書法是一樣的 筆畫越少 越難寫 我有點好奇 所以說這個 邀請您去學校的那位那些主管 他們有沒有被處罰 那我跟你講 很多校長都在第一排 一開始 滿面愁容 到後來忍不住 因為人性呢 是會被挖掘出來了 他本來在忍 嘴角一直在 啊 請我出來啦 對不起 我拒絕同情 我現在不行 不是嗎 拒絕同情嗎 拒絕同情 憲哥 他剛才的狀態應該怎麼樣 他就應該來賣內褲 這個就是新世代的 speech 跟all school的重大分別 那因為我們一站到台上 魅力四射嘛 同學們就期待我們講出一些 something special 這樣 你個人時間用完了 唐從聖這邊醞釀也完整了 旗開得勝 一起來聽一下 來 大家好 我是偶像藝人蟲蟲 唐從聖 不要笑 偶兒像藝人 那個我經常在大專院校 或者是在企業裡面 遇到大家會問我一個同樣的問題 叫做怎麼樣讓我的人生 旗開得勝 讓我在工作上生活上 能夠找到快樂 忘卻痛苦 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分享一個經驗給大家 其實啊 快樂跟痛苦 它沒有一個絕對值 它其實是經過比較而來的 怎麼說呢 比方說 西瓜 沾鹽會更甜 為什麼 同樣一片西瓜 你沾了鹽巴 吃了之後 舌頭先沾到鹹的 再吃到裡面的果肉 剛剛被鹹所感召 現在吃到甜 哇 同樣一片西瓜 你會覺得它特別甜 然後呢 夫妻天天見面 覺得小兩口子 相看兩討厭 結果呢 小別盛行歡 結果突然一在一起 好開心 對不對 另外呢 冷水沖澡更暖 有的人洗完冬天洗完了熱水之後 沖一個冷水 尖叫兩秒鐘之後 不用穿衣服 出來外面 不用開暖氣 其實非常的溫暖 這就是因為剛剛經過了冷水的洗禮 現在不會再怕冷了 但最後一個叫做 憋尿解放更爽 你如果沒什麼感覺 你去撇個尿 那真的沒什麼感覺 對沒有 但是你如果憋了很久 塞車找到時候 那一泡尿是你人生最難得最舒服的時候 所以其實快樂跟痛苦 都是經過一種比較 才能夠彰顯出來的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一個舞台劇的演出 首演當天晚上太嗨了 摔到腦袋 後空翻摔 直接送到醫院 結果那天腦震盪 當我腳 走路也不能走 腳話也不能講 坐在那邊急診室 醫生就在問我 我的狀況 旁邊 救護車送來一個 哇 滿床都是鮮血 的一個中聯歐基上 然後旁邊說 這什麼狀況 快點摔到摔到 他就跟著我隔一個簾子 就在旁邊急救 我這邊醫生問我說 你這個頭摔是什麼 情況摔的 我就是 兩個人捧我 後空翻下來 頭撞地上 兩個人高摔下來 唉唷 結果我聽到旁邊那個說 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個人從四樓 四樓摔下來 頭就插在那個花圃旁邊 撞破了 我一聽 醫生問我 那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我好多了 哈哈哈哈 因為有這樣的比較 結果呢 醫生問我說 那你看看你頭有沒有破 有沒有裂 有沒有什麼感覺 好像這邊腫起來 裡面大小腦好像 一味都甩過 甩過屁這樣 一聽到旁邊 快來七號的針 來二號的線 是啊 那個病患 啊 快縫這邊來止血 我一聽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我好多了 結果我就被推去 醫生說不行 你還是要照一下 那個電腦斷層 推進去 出來 因為躺了一下起來 有點暈 走路有點晃 醫生說 哎呀你怎麼了 我說哎呀等一下 前面那個是誰 我看到一個輪椅 推來一尊木乃伊 這就是剛剛那個 縫好的那個人 他也跟你一樣 要去照電腦斷層 還是我們要不要 幫你準備一個輪椅 我一看那邊 包得像木乃伊 我什麼都沒包 不用我好多了 我可以自己走路了 當天晚上 我沒有用任何的診斷 沒有吃任何的藥跟治療 我就出院了 所以我發現 醫好我的人 不是醫生 而是旁邊那位傷患 所以快樂跟痛苦 都是自找的 經過比較而得來的 請大家要珍惜當下 而且要找對你比較的一個基礎點 比方說有人問我說 你在演藝圈有沒有遇到低潮 低潮誰沒有 哪有人天天在高潮 天天在高潮 你感受不出來什麼叫高潮 我一看 聽到憲哥 對不對 你說我一個節目都沒有 我曾經有過 但是我們本土天王 也曾經一個節目都沒有 我好多了 對不對 有人說你腿很短 哎呀我男生腿很短 有某女性 女神級的主持人 他還被笑人家 他說他是嚕嚕腿 對不對 一看這個新聞 我覺得我好多了 我經紀人常問我說 你能不能有一點新聞 能不能上媒體 能有搶版面 我說要怎麼上版面 我就搜索一下新聞 哎呀某百變天王 小主持天王 對不對 他帶女朋友進moteo 被拍到 每天帶人家出來拍拍玩笑 我一想這種新聞 哎呀我好多了 對不對 我們有人講說 哎呀蟲蟲你怎麼長這樣又不帥 你怎麼在那邊出專輯 我一說我不帥 各位我拿著玉琳哥照片一看 哎呀 各位 快樂跟痛苦都是經過比較而來的 你要快樂嗎 你要痛苦嗎 請選擇好你自己的比較集 請選擇好你比較的對象 並且讓自己製造一個快樂的機會 這樣你的人生就可以起開得勝 謝謝 這兩位 我真心話一句 我們也是行家 對不對 但是兩位都是有準備的人 對 講得真好 你的是喇賽 但是喇的觀眾有笑聲 有一種 喇的有張力 對 但是他的有人生的形式 對是真的有內容的 原來辛苦能夠後感 能後感 對不對 那他這個就是聽完之後 就哈哈大笑 也是一種開心 一口饅頭一口水啦 饅頭是智慧跟真理 沒有喔 不要再補槍喔 不能再補槍喔 不能再補槍 不能再補槍 是一口氣油 幽默是一種包裝啦 對啦 一個糖衣啦 總是智慧跟真理 大家聽了會愛捆 所以我們包裹起來 一吞下去 哎唷 很好消化這樣 評審幫你們拉票一下 好不好 來 有什麼話想說 我覺得玉琳哥的那個演講 真的有讓我覺得精神都來了 對 畢竟打D賽真的比較有用 畢竟你早睡啦 對 不要再補槍 小玉琳哥 我覺得剛剛聽崇崇哥演講 就是聽他講的時候 都會忘記時間 然後就這樣子一直聽一聽 對 然後聽完之後你就得到了一個 什麼東西這樣子 對 他口條各方面是贏過玉琳的 嗯 他最大 因為他都是腳屎棍嘛 拉賽一流 對 真的你那個拉的太棒了 來 來小董 我覺得兩位的話 其實都是不同方面的 所以我覺得 這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都可以 從中其實都可以得到一些快樂的資訊 然後其實玉琳哥 其實我覺得他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都還蠻會講話的 其實他很容易在一秒十秒鐘之內 就可以吸住大家的眼球 對 那總龍哥可能必須要是比較長行 就是他講要 又要醞釀 要長一點的時間 我們才會慢慢的進入他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兩個不太同類 一個有吸筋大法 一個有吹筋術 對 蛤 什麼是吹筋術 吹筱筋術 吹筱筋術 對 那他吸筋 吸你的眼睛 吸眼球 吸眼球 Summer 我覺得這個安排真的非常好 因為玉琳哥先講 謝謝你對製作單位的肯定 真的很好 因為真的讓大家都是整個醒來 然後再聽到蟲蟲哥這樣講 你真的覺得 無人生又得到啟示了 唉唷 沒錯 你看你們功德無良 來來 優麗娜 其實玉琳哥的演講 還有他的人生 我曾經聽聞過 所以我是打心裡佩服他 然後加上他讓大家就是演講 充滿歡笑聲 我覺得這是一個成功吸引 就是讓人印象深刻的方法 謝謝 我也很喜歡你的真材 不用回 不用回應評審 好 來 現在我們要講 今天這一關真的是 兩位 實至名歸 你們擺在後面 應言那句話 好久曾問你 合理 當之無愧 到底我們藍色的唐重聖這邊 還有我們紅色的沈玉琳 到底哪一位能夠獲得您的青睞 請舉牌 開始 唉唷 2 4 6 7 13比7 恭喜沈玉琳獲勝 恭喜沈玉琳獲勝 今天這個比賽實上 這個比賽實上 在學校裡面 兩個老師 一個每天很認真在教 就像你 教得也很好 但是另外一個老師 卻幽默又風趣 每天跟你拉迪賽 因為大家其實不喜歡聽說教 對 然後喜歡聽拉賽 對 好不好 整堂課 比賽 這個也因為崇龍哥 也不需要特別轉型 這樣子好了 因為我也蠻欣賞他的 不如我轉成他的型 他轉成我的型 這樣 有毛病 十年後再相見 然後再轉回來 這樣 你要不要直接叫我去投胎就好 我轉錢一定有型 兩位都相當成功 今天玩得開不開心 開心 開心 所以覺得是有成長了 對不對 再次恭喜他們 也謝謝冰森老師 謝謝 明天同一天進去快樂 謝謝 謝謝